经过一天的项目路演 昨天下午2017中国以色列创新创业大赛 生命科学领域决赛结果新鲜出炉 来自以色列的Brinseway 在10家企业中突出重围 拿到冠军 去领导代事服徐志国出席颁奖仪式 Brinseway有限公司 在利用身经如此刺激治疗脑部疾病的 无创治疗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企业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合作研发的独特专利技术 已经得到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认可 可用于至今未对药物有反应的 抑郁症患者的治疗 同时该项技术也获得了CE认证 可应用于许多脑部疾病的治疗 凭借着出色的技术 Brinseway一举拿下了大赛冠军 不仅收获了1万美元的奖金 也吸引了中国企业和投资人的目光 这正是企业首席技术官罗南乐于见到的 他希望借助大赛提高企业在中国的知名度 同时借助优秀平台打开中国市场 而大赛承办方 中以长洲创新员则成为他最青睐的平台之一 来到中国以后 他们在这个代表团里面就已经听到了 就是关于这个中以长洲创新员 为他们能够提供的巨大的机会 他们希望能够通过长洲创新员的协调 今后能够在中国建立更多的合作 同时呢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